議事長 來那個 吳先生 謝謝 臉主席 還有各位先進 這個案子出現到現在 其實我們仍然所知不多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 所知不多 我現在把我的疑問 跟各位來分享 第一個疑問就是說 這麼多公務人員 他們都變成被吸收對象的原因是什麼 除了這些人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條件 被共產黨的人認為他是值得被他們吸收的對象 也就是說 他們可以碰觸到他的單位裡頭 這一類共產黨正在蒐集訊息 比如說這一回 這就是屬於民運人士 法輪功 還有就是支持西藏獨立團體 這些 他的活動資料 以及他的人的資料 人事的資料 是這些 那我們第一個疑問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警政單位 會擁有這些資料幹什麼 他為什麼要擁有這些資料 當然答案是我們的戒嚴其實在某些政府單位裡頭沒有過去 雖然已經解除戒嚴二十年了 可是這個國家其實在某些部分還是處於戒嚴狀態 他還是用建時代的方法在所社會資料的收集 他每其名說是為了社會的安定穩定 掌握某些團體的資料 可是這其實如果站在今天台灣這個民主國家 這是違法 政府先有這些違法資料 他 我們現在談起來 很多的部分是說他們 有些人利用記者的身份 或其他身份 在收集這些團體的活動資料 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真正重要的是 我們的警政單位 為什麼要擁有這些團體的資料 我們參加這些團體的以後 可能就被他列為他的資料的一部分 為什麼他有權力去收集這個資料 把他列管 他列管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是第一的 第二個才是說 因為這些人他接觸的到這個資料 所以就整筆被拿走 那這時候呢 我們政治是以他洩命罪 他謝你 他謝你的方法 所以表示這些我們的資料 放在我們的警政單位裡頭 是機密資料 是機密資料 這對嗎 這是不是一個對的舉動 我可以跟各位講 在民主國家 這個國家擁有這個資料 他就必須解釋 他為什麼要擁有這個資料 如果沒有正當理由 他就必須把這些 過去我們稱為人而 人而資料 就是收集你的一些資料 然後 在戒嚴的時代 用這些資料來對付你 這個是這樣 那現在這些資料 證明這些資料 的收集的機制還在 這個收集的機制還在 這個在這一個共別案裡頭 我們首先要處理的 我也在考慮說 像這樣子的 政府單位 有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控告的時候 會 要不要把它列為第二波 如果是的話 我們應該控告這個 控告這些 洩命 他今天因為洩命了以後 去告訴了那些共別 那共別是一回事 你為什麼擁有這些資料 變成的那個 蒼蠅想去沾染的這個甜點 為什麼 那你擁有這些資料 你的合法性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們也要今天 也要把它列入我們的concern 其實他不應該用 我都想思想 他都不應該用 擁有這些資料 在戒嚴的時代 他的確 運用戒嚴的法律 他收集這些資料 是有的 可是解除戒嚴以後 就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當然 你就可以看出 以其他台灣建案的法律 幾乎對這些有公務 然後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料的人 幾乎可以說是不慎還 我們很多的那個 這個 你可以看得出來 大多數今天做共別的人 其實反而是以前 這是很諷刺的 他們的身分 都是為了國家安全的公務員 都是國安公務員 不管他叫做軍事情報局 他叫調查局 都是說要保護這個國家的安全 結果他們在退伍以後 或是根本就還是在現地的狀況下 就被吸收成為共別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政府有拿出什麼樣的辦法 那當然如果我們 我剛剛提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牽涉到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最嚴肅的話題就是我們解除戒嚴現在二十年 就是二十出頭的人 雖然解除戒嚴 可是到今天為止 台灣的非常多的法律 或是很多的單位的行政命令跟施行細則 都還是戒嚴時代他們所訂定 那由於我們一直沒有經歷像有一些國家解除戒嚴以後 他們的國會就會進入一個所謂的解除戒嚴國會的階段 就是把所有在戒嚴時代所製造出來的法律條例 或是行政命令全部都要交互一個解除戒嚴的人權審查的狀態 那審查過以後 因為你很難相信說在戒嚴的時代 我們戒嚴這麼長的時間 他當時候製造出來的法律或是行政命令呢 他當時候具有民主已經民主化以後的精神 這是你可以我跟你打100%的包票 絕對不會是這樣 他絕對還是具有戒嚴法律時代的那個精神 他是目的在戒嚴要管束的 他以國家安全為名 這個是犧牲人權的 可是20年來也有聽說過 包括我們今天所在的立法院 有進行過所謂的去戒嚴化 有關我們的中華民國的所有的法律 去戒嚴化的人權措施嗎 沒有 從來沒有過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為什麼 就是解釋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有些單位 明明是已經解除戒嚴了 可是他們在執行他們公務的時候 繼續使用戒嚴時代的方法 繼續使用他們戒嚴時代的方法 不管他們的工作習慣 他們的標準作業的流程 或是他們所遵循的行政命令 只有少數去做了這個工作 那跟各位再說明 馬英九總統當選以後 的確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期間的第一年 就把聯合國的兩公約 就把它變成國內法法 遵照他的競選政見國內法法 那國內法化以後 兩年的期間裡頭應該使得這兩個 跟台灣的這個法律 跟人權有相關的地方 要做這個比對 然後要做修改 要做修改 可是當這個工作開始的時候 民間對於這個中華民國法律裡頭 違背兩公約人權規定的部分 我們認為有幾千個地方都應該修改 可是政府官方認為只有幾百個地方修改 差一個零耶 所以表示什麼 那個後面還有一個意義 就是他們腦袋裡頭 還是戒嚴時代的腦袋 人民已經進步到民主國家的一個狀況了 他還不是 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 目前的政府不管過去民進黨執政時代的情況 或是今天國民黨繼續拿回去執政的情況 裡頭我們都還有一大段的差距要走 要去處理 那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關心的國安這個漏洞 這個共諜愛 其實算我這樣說 我擔心的是最後一個觀點 就是你在家裡看到一隻蟑螂把它打死 你就會說有一隻蟑螂 只有一隻嗎 是嗎 你的經驗是你打死一隻蟑螂 你運氣這麼好 你家就只有一隻蟑螂 然後你看到了把它打死 是嗎 很多隻吧 你打死一隻你就知道很多隻 我們現在抓到一隻 現在抓到一隻 我們要擔心的是什麼 很多沒有抓到 可是你覺得你對這個政府有信心嗎 這個政府有像我們這麼警覺說 當看到一隻蟑螂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防備嗎 沒有耶 你沒有看到這個政府裡頭 有人對這個事情真正的關心 我覺得這個就是今天為什麼 執政者受到人民這麼大的質疑 跟 因為你從你自己的生活經驗裡頭就知道 老實說 我剛剛的質疑都不應該由我今天在這裡說出來 所以應該這個政府自己就要檢討 他要去問說奇怪 為什麼有那麼多資料 被這些人這麼簡單就拿走了 而且你也還知道說要洩密罪記制罪拿 就把它移送法辦 可是請問 為什麼不去問一下這些資料拿在那幹嘛 怎麼那麼方便讓共產黨的人 有這個有機可測呢 那這些資料 是不是我們要回頭去前途 我希望這也是今天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怎麼樣從一些錯誤中去學習進步 一個方法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部分能夠有更多的工作 如果實在沒辦法的話 只有訴諸訴受 我覺得我們應該告這個政府 謝謝